你若是不孕孕 在你大婚之日 我们双双吊死在 华阳王府门前 姨母啊 你若是非得这般 寻死觅活 那我只好给你 背两口棺材了 我们都是因为王爷 才造此恨祸的 我一个老婆子 受到羞辱道也无妨 只是病了她 她民间受损 还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你让我怎么活呀 姨母姨母 王妃啊 胆子小 千万别拿这种 许死觅活的时间 把她给吓着 你心里只有信任 你倒是看看你表妹啊 你看她变成什么样子了 行舟 做人不能这样晚安复义的 今日姨母 就要你一句整话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姨母不管问多少次 行舟的回答都一样 此生 我只娶柳门堂一人 并且 绝不纳妾 你还不快下 别犯宽 快求现主 快要红大量 容你一席之地啊 我这可怜的女儿 你这无情的 表哥不留你 下半辈子 你该怎么活呀 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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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收留 只小姑小猫的 禀兰丁会日日伴着你 伺候你端茶倒水的 不会有任何 一句怨言的 会我不征用啊 没有一个给我 我真要的 夫君 还有 连自己的亲姐姐 都不肯相抱 我愿移民相患 患病来留下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现主 我求你了 你若是不应允 在你大婚之日 我们双双吊死在 华阳王府门前 姨母啊 你若是非得这般 寻死觅活 那我只好给你 背两口棺材了 妈 给你体面吧 姐姐 这就是你的 顺道好儿子吗 够了 母亲 你 到此为止吧 冰兰 冰兰 你们看 我女儿会不会寻短剑呢 行了 她真去寻死 你怎么不去追 姐姐 你们都出去吧 我跟你们姨母说几句话